开始了 现在教大家调一下那个打包机的压力 有的客户家的袋子 它是规格不一样 有的袋子比较薄 正常我们这个打包机呢 出厂的时候调的是 标准袋子是0.8的厚度 有的客户家用的是0.6的厚度了 他有的时候 打包机买回去之后呢 袋子切不断 切不断的话 我们就要调一下打包机的压力 然后先把这个 左边这个罩壳车掉 这边有三个螺丝 上面一个 左边一个 下面一个 拆掉之后呢 这个护照在那里 按下来之后 把这个切带按钮按下来 按下来之后呢 我们用个一字螺丝刀 还有一个十个大的扳手 一字螺丝刀呢 固定这个螺杆上面一个一字口 一字口固定住 然后把这个螺帽松 正常的话松个一圈到两圈这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别急着把这个护照抓上 然后把打包机的电源打开 可以试着操作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切断 如果可以切断了 能融住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我老板就能切断了 我去打包机的电源打开 我去打包机的电源打开 我去打包机的电源打开